文件目录 比方说你自己装了一个程序 你就可以装到这个下面 就可以装到这个下面 OK variant就是变量 就是一些系统需要用到的一些 一些配置变量 或者灵活变量 就会放到这个地方 poccy poccy的话是一个我们的 这个变量 系统变量 poccy是什么呢 poccy是我们的一个虚拟文件 虚拟文件系统 就是我们的VFS 这个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看一下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lost and found 就是有的时候系统出现崩溃的时候 我们可以 他会把相关的一些日志 把很多内容 包括一些临时的 回收的一些文件 放到这个地方 用来找回 找回文件 这些文件 这些就不是文件夹了 蓝色才是文件夹 像这个link文件 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内核了 内核的一个镜像 这是启动的镜像 OK 主要就这些 那这还有一个home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还有一个home home是什么呢 home类似于我们 这个叫什么 windows下面的 我的用户 我的用户的那个文件夹 users那个文件夹 把每个用户的文档 用户文档 都会放到这个下面 根据用户名称来做 根据我们的用户名称 比方说 如果我有个用户叫Sandy 他就会在下面 自动建一个Sandy 就这样子 我们每次进到了 我们的 就登录的时候 摸摸的情况下 也是进到这个里面 来 好 这就是把文件夹结构 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然后文件属性 这里有一些颜色 要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比方说蓝色 绿色 蓝色就表示文件夹 绿色就表示可执行文件 红色表示压缩文件 浅蓝色表示链接文件 灰色代表其他文件 我们重点要知道 蓝色 绿色 红色和浅蓝色 这是四个 比方说我们在这里 已经验证了 我一看 VM Linux Z 这个文件是什么呢 这个文件是不是 一个浅蓝色 所以我们一看 它就是一个link 链接文件 那一看这些绿色的呢 我们就知道 它是一个文件夹 对不对 就是一个文件夹 那么同样 我们再随便进一个 OK 这里就有很多的绿色文件 其实绿色文件 就是执行文件 什么执行文件 是不是就类似于 Windows上面的exe文件 对不对 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来用的 但是在Linux里面 它其实执行文件是不讲扩展名的 你不用扩展名 或者用任何格式的扩展名 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所以只有在Windows里面 才一定要严格要求说 可执行文件必须是.exe 但在Linux里面 是没有这样一个扩展名的约定和要求的 所以大家了解 OK 那有的文件 它后面有一些背景 是什么意思呢 不同的背景代表 它的权限的不同 像刚才那个绿色 完全绿色的权限 就表示 就表示它的权限非常大 谁都可以去操作 红色呢 就表示权限很小 受限等等 就这样的一些操作 然后链接看到 绿色看到 蓝色看到 压缩文件 我们以后看到了 你自然而然也会看到的 这个后面我们会讲到 灰色你碰到情况比较少 所以一般可以不用去记忆它 好 这个就是关于我们Linux安装和Linux操作系统的 及文件夹结构的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么下一课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去讲解 Linux的基本命令 因为我们要求 其实大家是在命令行 我们以后更多是跟命令行打交道 因为我们说过 在Linux里面图形界面 它其实就是个应用程序 所以它是相对不太稳定的 而且在将来 可能我们都没有一些图形界面 我们在做签入式开发的时候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跟命令行打交道 那么所以下一步 我们就要去学习Linux下面的命令 以及它的命令的机制 以及它命令的时候 用到了哪些类裤 这就是我们后面的内容 那今天我们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